是你给我的力量 让我飞上了天空 因为你我放飞梦想 去拥抱彩虹 资金周转比较吃紧 麻烦你再多宽限几天 不是我不想帮你 而是万年已经积压了很多材料和人力成本 如果你这样不能准时付款 就会换成万年周转出问题 要不这样 你帮帮我再宽限十天 一个星期 要不五天也可以 老实跟你说 是我爸妈要我来谈的 底线就在明天 我最多只能帮你拖到后天 我不想逼你 但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立衡 浩天还借你们多少钱 你看 这张到期支票是八百万的 月底还有一张一千两百万的 好 这两天我会拿几期支票去跟你换票 谢了 我不会用你的钱的 我的事 我自己会解决 如果你心里过一步去的话 就当做是我公司对你的投资 你们先谈吧 我先走了 立衡 你等一下 你绝对不能收友善的钱 你先走吧 公司还有很多事情 我得忙完 浩天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冷淡 能不能别老是让我看着你的背影了 我也不想这么对你 但是一个人只有一颗心 我的心 已经随着真正离去了 现在这个地方是空的 你先回家吧 有善呢 去吗 你回自己家按什么门铃啊 快换鞋吧 先生太太 有善回来了 有善 有善 爸 妈我回来了 快坐呀 过来一起吃饭 怎么没带安安回来呀 哦 今年我是想跟爸妈谈点事情 所以不方便带小孩 哎呀 我们是爸爸妈妈 又不是你的上司 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啊 我想 我想回公司工作 这件事啊 天美跟我们说过 你爸求之不得呢 基金会啊 确实需要继续运作下去 你有什么困难 跟爸妈说 啊 谢谢爸妈 我 我 还有一件事情 你是想替钟浩天回家来借钱 对吗 不是的 是我自己要回来借的 浩天的公司经营有问题吗 他要借多少钱呢 大概 两千万 啊 这么多钱呢 主要是浩天的公司 现在处理一些问题 所以他们的楼盘销售的一直都不是很顺利 再加上 万年那边 催工程款催得又很紧 所以 他需要钱为什么不自己来找我 为什么要你来啊 爸 我都跟你说过了 不是他叫我来的 是我自愿的 你凭什么帮着他来跟我借钱呢 我跟浩天是没有名分 但他毕竟是安安的爸爸 况且我们现在还住在一起啊 说到这事我就想骂你 你跟女孩子家 还没结婚就搬到人家家里面去住 你这样像话吗 你 反正我跟浩天都是要结婚的呀 况且安安是要爸爸陪的 为什么我听到人家说 你搬到了浩天家之后 他根本就很少回家 他对你根本就是避之而不齐啊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帮他求情来跟我借钱呢 好歹你也是我夏政松的女儿 你何必为了一个男人 把自己搞得这么卑微呢 牛善安 爸 我知道您对我很失望 但是如果您还有一点点心疼我的话 您可不可以帮浩天一次 不可能 如果我听了你的话帮了他 我不就成了帮着你们 去逼走真正的帮凶了吗 张松 爸 爸 我也是您的女儿 您不可以这么不公平的 您不能为了真正就不要我的幸福了 那么真正的幸福又在哪里呢 别说是幸福了 现在他连个人影都不见了 当初我替杨柳把真正交到浩天手上 今天就变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再放心把另一个女儿交到她手上啊 爸 爸 爸 我是心甘情愿的 真正都已经成全我们了 您可不可以也成全我们 不用再说了 我做不到 爸 爸 有事 好了好了 不要太担心了 这件事啊 我跟你爸会好好商量的 啊 谢谢妈 也许 你就帮友善这一次 既可以缓和你们妇女关系 也可以让她知道你是爱她的 支持她的 难道不是吗 真正走了以后 你并没有把友善陷害真正 抛弃安安的事情告诉浩天 就说明你是希望友善幸福的呀 现在 一旦浩天垮下去 友善又不肯回家 他只能抱着安安跟浩天受苦啊 好吧 明天我就开一张支票过去 我希望友善能够明白我们做父母的心 知道我们做父母的退让 都是希望子女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 总有一天 他会明白的 俊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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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吓到你了 我刚才叫了你好几声 你怎么没听到啊 好了 赶快睡觉吧 去吧 我以为我刚才已经睡着了 你要睡远回房间去睡啊 我不要 我不敢 我不要一个人睡着 我不敢 你放心 我不走 我会在这儿一直陪着你 一直到你睡着位置 什么事都不要想 俊俊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地休息一下 等明天醒了再说 再想 真正的行为和思想 越来越退化 就好像自闭而已啊 再这样下去 他以后没法在社会上隶促 看来 我得找他谈一谈 这里的菜不错啊 哪儿我做的好吃啊 小燕你看 这里有这么多 你说是吃这个好呢 还是这个好呢 你确定不 爸 您帮我和小燕的菜单 给点意见吧 好 我帮你选几个 这个是新郎新娘的结婚照 婚礼要播放的 我想先看看效果 顺便的测试一下 你们餐厅的硬件设备 我们这的设备都是最好的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真的希望 在你结婚之前 你奶奶能够康复起来 到时候 就坐在这个主桌的位置上 能够亲眼看见自己的孙子 高高兴兴地娶媳妇 奶奶手术一定会很成功的 而且到时候 一定可以来参加严格的婚礼 严格 你跟小金先预演一下 好不好 是啊 我看你阿姨的体力不错 小燕 你觉得呢 新娘子都已经问了 你是男孩子 要大方一点 快点预演啊 这样子的话 到时候才不会出错 我又不是你 怎么会出错呢 先练习一下也好 到时候戴上戒指 终身监禁 也会比较习惯 你在说什么呢 我是说你想的真周大 好了 既然要预演 那就请新郎新娘先站位吧 来 预演一次 快 哥 你呢 站在这里 小金啊 你站在这里 音乐响起之后 小金就会进场 快啊 下面请放婚纱照 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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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天昊吗 小京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跟天昊有婚纱照 你们是什么关系 严格 被背叛的滋味很难受吧 严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我在美国世界日报找到的资料 当我看到这份资料的时候 我也觉得非常惊讶 严格 我真的替你觉得不值 你被孙小京骗得团团转 你跟天昊结婚 孙小京 你太可恶了 你已经结过婚 还想嫁给严格 这是重婚 你满口的谎言 就是要骗婚 你 都已经看到结婚照了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你可以把之前骗过的谎言 再拿出来解释一遍吗 小京 如果情况属实 我是不会让我儿子娶你这种人的 希望你把这件事情 说清楚 我承认 在美国的时候 天昊一直追求我 所以 最后 最后我答应嫁给他 不会难受的时候 你肯承认了 但那都是因为我在美国治病的时候 只有天昊一个人陪在我身边照顾我 关心我 小颜 我一个人面对病魔 还要接受那么多痛苦的治疗 我真的孤独无助 感到很害怕 在我脆弱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拒绝天昊的同情和关心 我无法将他置之度外 就算是这样 你也不可以骗颜格 可是结婚之前我就已经和天昊承认了 我的心里还爱着颜格 就是因为这样才取消婚礼的 小颜 我真的没有结婚 我真的没有结婚的小颜 你现在这么说 还会有人相信你吗 小姐 你可以选择他们 但你不要等着谎言一个一个的被出破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的时间里 你一直在骗我 到现在我们要结婚了 你还是在骗我 那是因为我爱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无法想象如果说出来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谎言被揭穿的时候 难道就会有好结果吗 孙小金 你可不可以换个别的说法 你说过你我都听你了 小颜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跟天昊结婚 因为我知道 感激不等于感情 我不可能因为感激他去跟他结婚 所以我也想他坦白了 我的心里只有你 我也求他取消婚约 但是当时消息都已经发不出去了 小颜 请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已经不知道我应该相信什么了 你每次谎言被揭穿 你选择解释 我选择相信 然后你还有另件事情骗我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 小颜 我有我的生命保证 我刚刚说的全部都是真的 孙小金 你的谎言一个接着一个 难怪我哥不会再相信你 除非你能证明 你跟田昊结婚是假的 否则没有人能相信你 是你 全都是你 你不断的陷害我 就是不想让我和小颜 顺利的结婚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以为你赶走了我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你整天下的层峰跟万年合并 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都是因为你有太多的秘密 我没有想害你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孙小金 你不要转移焦点 这对我妈 如果我妈说的不是事实 你就拿出证据来 一再说谎的是你 你却说我妈有阴谋有目的 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谁都知道你妈处心积虑的 想回到层峰 难道我说错了吗 其实阴谋最多的人就是他 这种话应该对你这种人说吧 够了 我死不够了 阴哥 小颜 站住 孙小金 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事 把田昊找出来说清楚 否则的话 婚礼取消 爸 您好 不要再叫我爸了 你好 是我 你不要再吓我了 永远不要再吓我好不好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想干什么 你又跑到我家来干什么 这话我应该问你 你跟颜哥拍婚纱 饮喜铁 试吃酒席的菜 这算什么 你把我这个做丈夫的当成什么了 你不要再跟我提丈夫的事情 我提又怎么样 我提又怎么样 怎么了 你想气死我是不是 如果不是我要跟颜哥结婚 我上哪去都那么多钱呢 你想想 从回来到现在 我给了你多少钱 你怎么不想想那些钱是从哪来的 可我要的不是钱 是你 你算了吧 你要的不仅仅是我 还有钱 没有钱你怎么去生活 你别说大话了 小情 你这是怎么了 你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 来 你先坐 你在外面一定是受了气 来 喝口水 慢慢说 我们的事情被人知道了 什么事 光碟不是已经被销毁了吗 不止是光碟的事 我们结婚的事情也被人知道了 胡连生 你问我 你问我 我为谁去啊 不是 我必须想办法解决 你问我 你自己认识 我来说 i know you but if you wanna cry by all my shoulders it's the one who's dead for you effects me i know you ради of yourselves i know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 有人说说谎会变成习惯 是不是只要有人说谎 就再也不能相信 那得看你是不是很爱那个人 是不是还愿意被他欺骗 爱是那么虚伪的东西 永远承诺不到 我知道感情需要经营 我也是真的想跟小金好好地经营一个家 可是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离开我 后来他回来了 我接受了他 可我觉得越来越孤单 我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经营 这事不怪你 是孙小金的过去 他的成长背景太复杂 复杂到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去想象 我是不是应该取笑婚礼 这事我没法给你做决定 但我尊重你 无论你怎么做 我都会支持你 但我觉得做任何决定之前 我们先掌握一切信息比较好 我突然查到了天昊的落脚处 就在这里 我们明天直接去找他们庆祝 安侯 华森啊 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不但长高了 还越来越帅了 在美国肯定交了不少女朋友吧 安侯 我在美国可一直忙于学业 哪有时间谈恋爱 你别取笑我了 我不只是要取笑你 我还得罚你 罚我 为什么 你爸爸告诉我 你都回来一个多月了 到现在才来看我 你说你该不该罚 该罚该罚 但是 有件事 我肯定能够将功赎罪 什么事 安侯 你是不是在找一个 叫杨真真的女孩 我之前并不知道 你和真真之间的关系 我是看到你写的那封信才知道 我跟真真也算有缘分 真真是个好女孩 我这次来找你 也是想帮助她 被爱伤害过的人 我想只有用爱 才能够治愈她 只要能扶贫她的伤口 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只想 知道一些她以前的情况 比方说她喜欢什么 她讨厌什么 她人生中 经历过什么事情 我了解的多一些 这样有利于我 对她做心理辅导 好的 没有问题 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 全都告诉你 但是 我能跟她见一面吗 我想 真真她大部分的伤害 都是因为你 她肯定不想见你 而且她现在很脆弱 我想你们还是 不要见面为好 我还要麻烦你见识 关于真正的行踪 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现在不想让她 受到任何人的打扰 我明白 只要我知道她 还平安地活着就够了 这么长时间 我都没有认她 现在当她恢复一段时间也好 我相信我还可以等 其实 你不是不能见她 你是说 你只要不让她看见你 不就行了吗 我还不让她看见你 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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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珍 你怎么把窗帘拉上了 华森 你去哪了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怎么会 这屋里这么暗 我帮你把窗帘拉开 不行 不要 我怕光 我怕光 可是你不能不见阳光啊 这样对身体不好 见阳光比较好 要不我跟你一块出去走走 不要 我不要 我哪里也不要去 可你也不能一整天在家里 不见人吧 我说了 我就是不要去嘛 你知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 别人都是坏人 都是来欺负我的 我不要见他们 他们都是坏人 我不要见任何人 那如果是你妈妈呢 我妈妈 我妈妈已经去世了 但是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你思念她 把你心中的苦 告诉你妈妈 要不要去 你是说 我妈妈的墓园 嗯 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去 我一想到妈妈已经死了 我的心就好痛 我心好痛 我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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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珍 你不能一直逃避 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一定要把你带回你从前的世界 我不要 我不要 我现在生活不是好好的吗 我没有防人的任何人吧 我不要 为什么我都推着这样 你们还是要逼我 珍珍 珍珍 看着我 看着我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 你是个好人 那你相信我的话 逃避不能解决问题 人的一生当中 不可能永远是顺境 没有人可以保护你 照顾你 爱惜你一辈子 所以你要学会自己爱自己 勇敢坚强地站起来 我想起如果你妈妈在的话 她也会这样鼓励你的 明白吗 妈妈 妈妈 我想妈妈了 我要见妈妈 我想妈妈 我现在就带你去找 去换衣服 不要怕 你我在 我会保护你 珍珍的眼睛又能看见了 珍珍 对不起 原谅爸爸给你带来的伤害 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 我会保护你带来的伤害 我说我不怕心虎 你说爱上你是个错误 我说我不怕心虎 我说我自愿走路迷途 你走你的路 穿错不在乎 我知道其实你有说不出的算处 你真的不在乎 难道你真的不在乎 我愿意带来的伤害 我愿意保护你 不忍耐心的伤害 爱你的旅途 会尘埃陷阻 我的目的就是你要幸福 自然发生 都是你害的 怕天是暗暗的伴我 我 Leadership peak 如果我不牺牲你 我要能行判你 我希望挺漂亮 他敢抓你 omega 你真的不在乎 你真的不在乎 我選一套 你不可 你不願意 讓你永遠 心滿痛 想絕對無人輸 我選一套 你不可 我愛上愛的一套 我知 知 知 非得 沒不了 你就是你憂杉 我知道 我是這樣的 我不是夏串松的刺傷精 所以已經悶了來 我不能願意רב式 improvements 媽,我��老去蜘蛛 媽,你告訴我 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这是一场梦 一场梦 我愿意保护你苦 爱你的旅途 有千辛万苦 我绝对不忽 我愿意保护你 不忍你生苦 爱你的旅途 有千辛万苦 我的目的就是你要幸福 我愿意保护你 不忍你苦 珍珍 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的委屈 一定受到了很多的伤害 现在 就在你妈妈的墓前 你一件一件地慢慢地告诉我 好吗 你的父亲早在世人面前公开你的存在 只要你愿意 他随时都可以来见你 我不要 我不要 我到底该怎么做 他才愿意接纳我 为了严格 你什么事都愿意去做 是 为了他我死都可以 我们拍婚纱照 只是为了纪念 不用解释了 我相信 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 爱情 是不可以抢取豪脱的 我总没有想过自己有什么 我太过爱你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爱你爱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爱你总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我太过爱你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 Zither Harp